而台湾近期内地震频传 尤其0918规模6.8的强震 更是造成了花东地区严重灾情 10月2号 陈昭荣也曝光了花莲玉里老家的现况 画面是惨不忍睹 没有想到在贴文发出没有多久 3号的清晨 花莲又再度发生地震 出生在玉里的陈昭荣 在脸书发魂抵到自己的堂妹 上传陈家祖宗老宅在地震后的现况 可见照片中墙内的乌瓦瓷砖 不仅掉落一地 地板也有一裂的裂缝 而他开车行经的路面 更是隆起了一大块 画面相当触目惊心 弯掉 现在冰箱没办法 冰箱都坏掉了 陈昭荣二叔表示 在这里住了六十几年 当时在外面一回到家开门 东西全倒下 看到房子裂成这样几乎崩溃 一打开门 哎呦 那个东西全部倒下来 我们整理的时候 看到房子裂成这样 我们几乎崩溃 后来经过电视介绍 航路介绍说 那是断层带 六十多年才一世 邻居也说六十年来 没有遇过这么大的地震 而这边是地震带 原环原本是有水 现在没水了 没想到在陈昭荣 贴文发出不久之后 10月3号凌晨的4点25分 花莲再度发生 瑞士规模5.3的地震 对此网友也纷纷来留言关心 记者高雄双遇见 采访报道